陆迅无果统预期 武力89排名70 智力222排名12 统帅186排名17 速度74排名77 从面板上来看 陆迅的智力统帅非常优秀 非常适合主站位 自带战法 火烧联银五十几率主动战法 对敌军单体施加灼烧 随机释放两次 持续三回合 如果选择了已经有灼烧状态的单体 则会对敌军全体焚赢 然后对另一个敌军施加灼烧 如果目前已经处于灼烧状态 且一回合被焚赢两次 则有三十几率被震射 小知识点 陆迅自带战法发动概率 在整个游戏中数一数二 且整体伤害率也非常不错 兼具控制 因此 飞丹和陆迅的战法选择上 不需要纠结于过多 输出战法减伤恢复类战法 也是很好的选择 由于陆迅战法属于多段伤害 因此奇谋属性对 陆迅来说 提升非常大 可以参考孙上香 带会新的思路 传承战法 凤天赤第35发动率主动战法 全兵种适性准备一回合 对敌军全体造成伤害 并施加灼烧 持续两回合 小知识点 凤天赤第总伤害率 能够达到738 伤害率非常高 在面对大部分低智力队伍时 发动一次就是极大地打击 但是由于本身发动率低 且需要准备装备 给陆迅的收益 并不是很大 可以考虑给到庞统司马懿等武将 建议多于陆迅 直接点红 收益更高 一二赛季组队思路 东吴大都督 该队伍在一赛季 由于三个武将都不错的三围 以及高额的战法伤害 在战场上 绝对能够达到T0.5的水平 但是队伍缺点也很明显 大量的主动战法 以及极低的速度 导致这个队伍极其不稳定 减伤战法 建议选择八门金锁阵 主要思路是 周瑜先攻放出神火技灼烧 配合陆迅火烧联营 快速打出焚硬伤害 施加控制三赛季组队思路 肉弓三世路 三赛季三世阵的出现 以及当风吹绝紧翻军的加入 使得陆迅的配将思路变得开阔 这两个队伍 也是一直延伸到PK赛季中 作为很多玩家的首选队伍 由于篇幅有限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之前的视频 了解这两个队伍后续的队伍金奖 我也会 在金奖这两个队伍 敬请期待 PK赛季组队思路 由于陆迅在PK赛季组队思路非常多 陆迅无枪SP都督设计工肉弓 天王弓陆迅草传工 等后边我会把 队伍以截图形式放出来 需要的截图保存 总结 陆迅在励志心中绝对是三战第一法王 高额发动率兼具控制 优秀的智力统帅 不管是在平民还是大佬手中 都有非常不错的发挥 战法携带上励志的建议是白板玩家 不管是不是单和陆迅 都可以携带一个辅助 加一个输出战法来保证输出 半红以上 陆迅可以在加点兵输和战法上 就不用追求过多 输出了陆迅本身提供的伤害非常优秀 更多的去做好队伍的防御 都看到这了来个三连吧 在实际上